用上新北特色的文山包容查 新北市長侯友宜受邀 跟伯克雷加州大學校長 卡洛克雷斯特會面 侯友宜抓緊機會 請教這個問題 認真聽著克萊斯特校長的分析 她可是伯克雷加州大學 創校149年第一位女性校長 還是耶魯大學英語文學博士 只是伯克雷大學 相對在理工科更出名 侯友宜就好奇 文組學生有沒有發揮空間 所以她鼓勵 我們社會科學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部分 她認為不會因為理工科的畢業 就未來會收得比較高 或許這將會成為未來侯友宜 破壞教育政策的靈感之一 侯友宜說克雷斯特校長還這麼說 所以通識教育非常重要 可以跟我們的專業課程 並駕齊驅一起共同學習 這些概念都值得我們 台灣的高等教育去好好的享受 不同的文化教育理念 在這一晚會談中擠出火花 也許有一天能實現在台灣的高等教育力 TVBS新聞 柯勝雄 尼佑淳 韋佳琪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